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4号,我是陈军,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三东资博,揭露一个政府非法强拆的黑暗案例 陈勤原风水政务书记,一个名不经传的科技干部 却在资博手握着巨大的权力,可以说是一手折天 他操控资博公研法部门的官员们,让他们为他的黑暗统治充当打手 强财民房,掠夺民财,炮制冤案,他明目张胆地做着伤天汉里的恶事 与人民群众为敌 今天我们邀请到受害者王玉阳老人 为我们讲述他们一家被陈情迫害的惨痛经历 让我们一起见证资博的司法黑暗 我们呼吁更多的网友能够关注这起冤案 并为老人一家伸张正义 希望王玉阳一家能够早日摆脱这个害群芝麻 重现晴空万里 我叫王玉阳 今天七十六岁 是今日头条直播热书记的直播强词当时来 2016年 五一家教授 我被带到凤水战里头 摇了七八个表情档号 正书记成千高汉 开始录言录像 开始配卓子 上次这家给三位 这次这家给一家的模式一听 逼我拿银行卡 不让吃饭 只有十几道野家实义室 我原刀在地 被120送了一员 严密到银行卡 复出记王世华 去保详案 说我一楼楼楼 正书把门秩序 一六月三日 一宣传四十匹 被送帮直播室 卡出说 挂牙 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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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录权 都卡出说 逼我 他吃钱 他吃钱 因为前嫌疑 9月18日 毁了我的房子 和全部家产 及生产资料 当夜愿望 垃圾厂严密 因为这家嫌疑 被怕四年 有期徒刑 六十五岁 我一次性 将个全个教堂的 一路间 被起包装扣房 我任务复兴四年 出于后 将长大学方案 高上法庭 两三方案 需要来 整出行李美方 即使去怕定美方 但只见警方不灵 女人为父善与 被宣陷自示 警方侦察其念 法亚退联杀死 不遇手礼 但警方 仍以 战书记 呈前 伪枪 提 警方侦察其 家庭 所谓 市民中 受害人的无助 以及家人 多次被冤逾的经历 可见当地 政府在强裁中 充当着黑恶势力的 保护室 掩盖 贪腐 腐败行为 维护他们 与开发商勾结 通过非法手段 奴取暴力 在强裁过程中 他们大量的掠夺民财 侵犯民权 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完全致人民利益与不顾 陈情还通过操纵司法系统 抛制于案 构建 无辜者 而再次呼吁社会各界 关注资博张电区 风水镇的司法黑暗现象 揭露陈情及其背后的黑暗势力 我们要求资博事务书记 马肖磊 撤查 陈情团伙的违法犯罪行为 并给予受害者公正的赔偿 和正义的裁决 陈情的作恶 换来的是他仕途高深 目前陈情已深认为 资博卫健委书记 也就是说 在这种体制下 作恶才是升官发财的唯一途径 我再次呼吁 山东省务书记 领悟能够关注资博的问题 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让正义得到伸张 最后我代表受害者 恳请广道网友们 共同声援 资博王玉洋一家的 转发传播这段视频 让更多人关注资博的司法黑暗 当初林伍 马小六等上级领导 能够彻查严惩 陈情之类的害群之马 还王玉洋老人 一片正义和亲民的天空 让我们共同努力 扫除黑恶势力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